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不一定講電玩的電玩之夜 戰車式介紹我們上一次講過真正的坦克王牌 今天我們要來講盟軍在D-Day登陸的奇葩坦克 頻道影片儘管以二戰軍事為主題 但是主要還是偏向我比較有興趣的東線戰場 盟軍在北非和法國的反攻感覺比較沒被提及 一方面歐美電影太多講到爛掉了 況且東線戰場才是真正消耗掉納粹軍力的豪賭 有時候覺得英美的登陸只是將病倒的德國 順勢推了那麼一下 拔了他的生命維持器的殺頭而已 說了那麼多這系列不談戰術而是把重點放在坦克 而今天的這些奇葩坦克沒有雪曼、瓦倫丁、虎士有名 但這些小傢伙在當時還算新潮的兩棲登陸戰中擔當主角 在我們都熟知的D-Day登陸之前 在1942年盟軍早就有試著奪取法國沿岸港口的迪阿浦戰役 6000人的登陸計畫3600人戰死或負傷 這日後北非或洛曼蒂的登陸前哨戰表現不勝理想 證明了要突破德國的海岸防線 順勢將載具和人運到海灘上真的很難 不用太多的障礙賽防禦攻勢 沉重的裝甲載具要在軟綿綿的沙灘上行走都是問題 於是盟軍特別是愛實驗的英國花了大把時間發明特殊用途的 坦克裝備以及戰術來協助步兵 這重責大任在1943年初調到了指揮第79裝甲師的Percy Hobart少將 這位皇家工程師血緣的大叔不只改良甚至還創了許多畸形怪獸 所以歷史上也稱第79裝甲師為霍巴特滑稽坦克 不過我沒記錯的話他好像也是說坦克適合拿來單打獨鬥的那位人凶 歷史上大家好像只記得他光榮的那一頁 第一張圖可以看到會游泳的雪曼 也是軍迷比較知道的滴滴戰車 滴滴就是Duplex Drive 這一類坦克游泳圈的設計在登陸日當時五座海灘皆可見 複合式駕駛的意思就是引擎可以驅動下方的螺旋槳或本身坦克的履帶 車身帆布屏風的設計可以在水面上支撐坦克本身的重量 讓你不需要去遷就火力或防禦力來為坦克減肥 然後一上岸這游泳圈你可以脫掉直接增強步兵打擊火力 再來可以看到的是螃蟹型雪曼 後方加裝了反覆攪動的鐵鍊裝置 大家應該也猜得到是作為掃雷的用途 連在二戰當時都不算太新奇的產品 1942年的北非戰場上英國就有馬蒂達坦克加裝這玩意兒Scopian版本 不同的點是雪曼版本的鐵鍊攪動器是由自身引擎驅動 而且為了能馬上應付探頭寶上的威脅 裝置是放在坦克後方較低的位置 一方面可以掃到較深的勾曲 另一方面也保留住了他原先的七十毫米大砲 在沒有暴雷的情況下也是很強的火力支援 再來就是一系列的秋吉爾坦克變形AVRE版本 全名是Armored Vehicle Royal Engineer 簡單來說意思是皇家工兵也要開大車車 這套遊戲是可以選擇升級的樣式 加裝了超大口徑的29公分290毫米的榴彈炮 可以發射40磅重錯號飛行垃圾桶的彈頭 專門清除岸上各種鋼筋水泥 有破壞當然也有建設 再來是這一台同為秋吉爾改造的地毯式放置機 這樣的鋪地毯技術解決較重的裝甲載具容易深陷沙灘的問題 一個冷知是我的英文名字MAT 聽說是我媽媽在看家具行路時 有英文地墊一詞MAT才想到的 這差一個T就差很多 不過這已經是20多年前的事了有點難以考證 皇家弓兵還有一種裁捆型的坦克 這老祖宗的智慧在E戰的MARK坦克車上就有出現 不是為了怕冬季來了要燒柴取暖 而是為了填補過長難以通行的升溝 你會問如果有垂直落差高度的地形那怎麼辦 沒死皇家弓兵還有small box girder載具 不是士兵杯的東西 而是後面濕膠的拱形物體 它可以伸展出長10公尺高5公尺的路面 一般剛剛說的裁捆會堆在這橋樑的後方 讓載具越過障礙物從高處到低處時能有點緩衝 如果實在勾取太寬 還有無炮的ARK坦克 可以開到中間展開新路面 這張圖可以看到在義大利 兩輛ARK載具就疊在一起 來解決高低差和距離過遠的問題 這也就是可以難得捕捉到的丘吉爾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是水牛號兩棲登陸艇 對比後方的橋樑 這載具絕對是既快又方便的運兵方式 但是缺點是防禦力和火力都不足 在二戰末期1945年橋樑斷光光的萊茵河一北河有不錯的攻擊 之後在太平洋戰役比較常出現 到了第四代A型發展出75毫米榴彈砲版本來幫助海軍陸戰隊搶攤 不過在硫磺島戰役也大多是來回擔任運兵 頒願傷患離開海灘的角色 之後的沖繩戰役有超過1000輛第三型改良款部署 講完了翻山越嶺的克難工兵 再來這一輛是袋鼠裝甲運兵車 一開始是被加拿大的軍隊所利用 與英國的一般通用載具不同 為了在人員保護以及機動化之間找平衡 所以他就是直接把坦克拿去蓋裝的運兵車 在洛曼蒂登陸初期主要是為了讓步兵火力能快速跟上裝甲師 一台去頭的敞篷坦克可以塞8到12位士兵 這真的是沒做影片的話我連聽都沒聽過的版本 最後一部要介紹的是 這個Canal Defense Light 簡寫CDL 這又是一部我沒聽過的載具而且非常有意思 是美國的M3格蘭特增加探照燈的版本 主要目的是在夜間行動中提供照明 在沒有夜視鏡的年代你可以很明顯暴露敵軍位置 當然直視的話也會使敵人短暫致盲 在歐洲西線戰場常出現他的身影 但同時也是這群搞笑坦克中最神秘的一位 直到登陸日兩個月後才逐漸被運至前線 這輛坦克有很不相干的名稱嘛 什麼運河防禦燈具也就是為了混淆視聽 在1945年的魯登道夫橋樑攻防戰中 當德軍使出全力想辦法炸毀橋樑 甚至有派出挖人到水底下作業安裝炸藥 盟軍就有剛好部署好幾輛CDL 剛好可以被美國憲兵用來找敵人和閃瞎潛水夫 當然之後越到內陸盟軍也都直接借用德軍探照燈比較方便 這大概就是對於D-Day與他的奇葩坦克的簡單介紹 跟工業強我真的不是坦克強就沒事了 今天提到的工程、運兵所敵都缺一不可 想看我介紹哪些冷門坦克呢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想得知更多有關歷史和電玩的結合資訊都歡迎訂閱本頻道 別忘記可以在下面開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被通知煩死 贊助平台真心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仍然需要更多錢 我們仍然需要更多錢 我們仍然是很低的 等一下會在那位無故小男孩臉上跑出連結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有你呀 有你呀 trademark小雅 你kay 你 you can do something you do what you can you do you can you do